有時候會想說 如果以前不要嗜酒如命的話 說不定今天我的身體 就非常的健康了 現在已經好久 把這個身體都已經搞壞掉 弄壞掉了 這是要看就是 所謂的食道的腫瘤 前一陣子又也冒出來一點點 我以前為什麼沒有那個智慧 整天沈迷在酒瓮裡面 對不對 都不會去想做些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有這個機會踏入這個職業 我現在就想說 如果能給我再有一個好而健康的身體 我一定會好好的來彌補過去的錯 來來來 後面問刀牌 他說肚子不準 不是很舒服 你整天待在家裡也沒有意義 我師姐都會講說 不然你沒有去環保站 好像把它當成一種活動 時間也不計較說長短 我們就真的準備要去祝念了 因為我只要聽到 我想說只要她師姐打電話給我 差不多要去 因為那個情形是很不好了 臉色壞 阿哥 肚子又很大 今天看到她這樣子不太開心 會很高興 而且她很認真 有時候穿這套衣服好像也沒有自由 好像 這個好像走路這樣也不行 對不對 想吐個彈也不行 抽煙也不行 夜數太多了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 我想這樣好 那一堆一堆你才不會 會慢慢把一些壞的習慣 會把它改除 改除掉 好